大家好,我是张正清,我又来了 今天呢,我看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说了一下 就是美国社会现在充斥的力气是越来越多 这个也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仇恨,越来越愤怒 他没有说原因,他就是光说了一下这样一个事情 中国社会其实目前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对这个事件 他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和美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点 这个原因占30% 那么70%是什么原因呢 70%就是肆无忌惮的直播行业和自媒体行业 还有直播带货行业 那么先说一下这个直播行业吧 普通的这个直播行业 你说我直播一个游戏,玩游戏呀 或者是搞一个什么体育竞赛的这样一个直播呀 打台球,打玉宝球,旅游呀,这都没有问题啊 这都是正常的,关键是什么呢 他有的直播给你提供一种暗示 对吧 激发你内心的这个人性上的某些弱点 这样你就会对他产生一种力气 或者说是一种带着这个负面情绪的好奇 对吧,拉仇恨嘛 仇恨经济学嘛,就迫使你关注他 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东西很多都是假的 95%都是假的 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就是会增加社会的力气 他太多了 你一不小心就会中招 这是这一块 那还有一块是什么呢 还有一块就是他跟你聊天的这一块 他跟你聊着聊着,就要跟你传达一点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接受了以后 你就在情绪上就会造成问题 然后这个情绪它积累 它有一个发泄呀 怎么发泄呢 对吧,你不可能跟那个主播去发泄吧 对吧,他可以把你提出直播间 给你禁言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你这个发泄途径只能选择到这个日常社会当中 合适的这个发泄渠道 这是第二块 然后还有一块什么呢 还有一块就是跟你绣 他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这种什么玩游戏旅游的名义 实际给你绣东西来了 他这个绣东西也是别有用心的 就是想让你买他的东西 或者说拉拉仇恨 拉拉自己关注度 这个也很多都是假的 95%都是假的 这个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你一进他直播间 你会发现全是广告 我搞了一个淘宝链 怎么怎么怎么 弄了这个怎么怎么 你去这买东西 然后你把这个淘宝店 什么一打开你一看 哎呦数据这么好 这个数据90% 90%都是造假的 就是这个淘宝店数据 那都是假数据 那都是随便刷 谁说现在淘宝店刷不了的 随便刷的 真是随便刷 随便刷的 那都是假数据 那都是假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 它就会引起这个社会的力气 就会造成这些社会的这个不良的这个情绪 这是这个直播行业 然后再说一下自媒体行业 自媒体行业 B站 抖音 快手 国内的 国外的 最有代表性的TikTok 中国人都知道TikTok 对吧 这些自媒体 他们传递的都是什么样的信息 很多都是垃圾信息 很多都是 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你要关注我 想办法让你关注我 现在怎么搞能让一个人最快的获得关注 那就是仇恨经济学 这个真的很有效 就是这个套 就是搞你情绪 让你关注它 很多都是这个东西 99%都是这种不良的信息 这是这一块 这里面还要说一点 现在中国政府 这个有的做法真的很幼稚 太太太太太太幼稚了 我有一个弟弟 我一个弟弟今年15岁 他都觉得中国政府很幼稚 他还在上学 他怎么说的 我把这个问题跟他说了以后 他说 中国政府居然想着要宣传一些那种所谓的正能量 那个正能量一看都是假的 你看知道没 连一个15岁的孩子总能看出来 那个东西是假的 你就玩 你这玩意 除非除了继续进一步激化社会的矛盾 增加负面情绪 让人觉得你欲盖泥彰之外 你还有什么用呢 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仅对社会没用 你对自己也没用 对吧 你想要维稳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你这样 这个社会稳定的了 对吧 就稳定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直播行业 这个自媒体 尤其是个自媒体 就应该给他封掉 B站 抖音 快手 是全封 要么就是加强监管 大幅加强监管 大幅提高自媒体的门槛 发视频的这样一个门槛 不是你任何一个人 我注册账号 我弄个身份证认证 我想发就发 不是的 必须要提高这个门槛 必须要合格的机构 要有一笔资金的支持 你这个媒体 你必须有义务证明 你不胡搞 怎么证明 你得有资本 你往这个上面 就跟注册公司一样 你的资金 你打到上面一笔资金 或者你把你的团队 各个方面资源配置 对吧 这些东西 你能整过来 对吧 在里面 则有选择一部分 选择一部分 它数量必须得定 不定不行 这是自媒体 这是自媒体 然后就是直播带火 这个直播带火 纯粹就是扯淡 说个实在话 纯粹就是扯淡 你不要看那些 挖力的数据 我告诉你 这个直播带火的那些数据 很多都是造假的 直播带火 直播带火 现在又拓展了一个新功能 不是说现在拓展的吧 它从诞生以来 就有这样一个新功能 什么功能 洗钱 洗黑钱 很多直播带火 名义上是货卖出去 实际上就是洗钱 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更可笑的是 这个连中央政府都出来 那次看了个新闻 中央政府都出来什么力挺什么直播带火 我就说中央政府 你是傻吗 你地方政府也就算了 你中央政府都来力挺直播带火 直播带火是个啥 直播带火 直播带火就是讲别人饭碗的一个过程 对吧 直播带火里面 咱们造假的就不说了 对吧 很多都是假的嘛 这个货物的质量 差的都没话说嘛 咱们就不说这个问题 咱们就说他们的带货方式嘛 传递着各种各样的力气 引起这个购物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负面情绪 再说回来 这里面带的那些货 有哪些货是货是真的 很多都是假的 残次产品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你根本不需要它 然后他让你买它 然而买这些货的是哪一部分人呢 绝大部分都是中级收入者 绝大部分都是中级收入者 爱买 爱乱消费这样的东西 他买完他后悔 他想退 有的先麻烦不退了 他这个退货 他能给你那么干脆吗 有的地方给你干脆一点 绝大部分的地方都给你玩那种忙完兆 说是给你退 但是你退起来 特别麻烦我跟你说 你后面就想了还没多少钱 算了不退了 但是这是用什么 这是用负面情绪的积累 积累了就要有发泄 就要有爆发 你爆发给贼 你只有回馈给这个社会不相关的人 这个社会不相关的人 被回馈的这样一种负面情绪 他不愤怒吧 他的生活很好吗 他的生活也不好 他也愤怒 他也要找别人发现 你这样一个找一个 他是不是就一团糟了 那再说回来 直播带货 他的价值是什么 他就改变了一个途径 就这么简单 他只是一个途径上的改变 他实际上 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价值 所以直播带货这个东西 要么就是 就跟那个自媒体一样 加强监管 大幅提高门槛 不是说你谁想来带货就来带货的 你自己的货 比如说我生产的什么东西 你厂家自己去弄情 不要找这种中介公司搞这个事情 今天就说这么多 今天就聊这么多 再见